尊敬的作为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是教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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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作为同修掀开科著 二百四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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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那个黄线就放在那一页 请看第七号 先师下老居士 未贯学如 先成诸 而后入网 到这里是一端 这个先师 是黄连老的老师 下年功 老居士 他还没有到二十岁的时候 他是先学这个儒家的经典 他以谁为老师呢 你看这里也讲了一个顺序 先成诸 然后再向陆王学习 这个成是指的成号 成仪 我们常说成子 成先生 这个珠呢 是指的珠希 珠夫子 陆是指的陆九渊 王是指的这个王阳明 王阳明大家应该提出过了 或者我们呢 称他为王守仁老先生 这个成号 成仪 珠希 陆九渊 是宋朝礼学 最有成就的大德 而这一个王阳明呢 是明朝的大的 下年功年轻时候 是先学儒的 以后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你看 福壮 入福 四十岁之后呢 我们就称之为壮年 他是四十岁之后啊 才入福门的 但是人家呢 他修学 真正有成就 设禅秘 而归 净土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他老人家对于禅宗 对于秘法 那是很有造诣的 到最后 他学哪个法门呢 归净土 我们怎么学的 直接学净土 你看 又不用拐那么大的弯呢 夏老博冠群吉 这就证明 他是特别喜欢学习的 他对于中文教下 真的是样样都通达 生于文字 专攻九修 教演原名 这可是很难得的 这个生于文字 就是说 他的文学造诣 是非常深的 于人生 这个人生呢 就是1932年 从这一年开始 他老人家就发的大愿了 要重新 教集这部经 眼观经门 这个观呢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闭关 他在哪里闭关呢 在天津 闭关 月时三载 时间不短 闭关三年 变探五种原意 洞察三家教本 你看 他用三年的时间 来仔细地研究 五种中文的原意本 同时呢 还要去看了 这个 三种 会节本 跟节教本 所以啊 王龙书老居士的 魏元老居士的 绘集本 他有仔细看过 那彭老居士的 节教本呢 他也是深入研究过的 无一语不详参 无一字不互教 这个教就是教对 前功尽胜 日到佛前 看看人家的态度 多么的严谨 再看一下他那个恭敬之心 值得我们后人呢 认真笑发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他老人家是非常信佛的 对佛是有绝对的信心 千真万足 时隐梦寐 这个真主 仔细的 神度 考量 这个影呢 就是围绕 环绕的意思 什么叫时隐梦寐呢 这个梦啊 梦寐就是说 在梦中 他老人家进行到晚 就想一桩事情 怎么汇集这个工作 所以你看 白天想这个 他晚上在干嘛 做梦的时候 孩子想到怎么样 做这个汇集的事情 极其诚业 似重欢喜 古人常说嘛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信任 真的 他这个本子一出来之后 大家一看 特别高兴 但是他老人家 刚刚开始 做这个汇集的时候 他是怎么想的呢 就用 为陌生老居士 那个 第二个汇集本 来做一个 叫定 因为他的内容 是最齐全的嘛 一本都不差 他想就是做一个修改 这样就审视了 可是后来就发现什么 这个魏老啊 在经文当中取舍 不当 而且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这样子就 难度太大 干脆怎么样 推导重来 他就自己发现 重新再做一个 汇集 初稿呢 是用了这个 37品 我们猜测啊 他肯定是用37道品 这个意思 后来定本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最后的版本呢 是48品 那48品 也许是用阿弥陀佛的 48大院 这样子 那他老人家 做这个工程 多久啊 十年时间 下面讲 他的老师 宗教聚策之 惠民老法师 也就是 夏老居士 入佛门 皈依的老和尚 这个宗 是指的禅宗 教呢 是教下 他这个老师了不起啊 宗门教下 那都说怎么样 策 我们讲 通打 在当时啊 民工长老呢 在佛教界 是非常有声望的高深 在联工 这个灰几本 完成之后 老人家很高兴 特别捧着 这个灰几本 请人家帮他照相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给他印证 所以呢 大一 捧经 摄照于 佛前 轻微印证 这就等同于说 民工 老二上 他完全认同 这个灰几本 没错误 可以流通 不但这样子啊 先舅父 梅邪云 居士 就是黄年老的舅舅 那么这个梅老啊 也是我们李施工的老师 李施工啊 学习这个教 是跟梅老学的 梅老呢 连续播讲于电台 这是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 欲为善本 关于这点 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 梅老居士的虚文 你就知道了 我们上次简单跟大家汇报了 一开始那一堂课就讲到了 所以这个本子一出来之后呢 梅老他就发心来宣传 但是你想想看 在那个年代 四十年代 能够买得起收音机 都有几个人 当时连店 都不一定是每一个乡镇都有 可想是在那个时候 听到这国经的人 听众是很少很少 而且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抗日战争的时候 对不对 从1931年 一直到四五年 很不容易 十四年 还有呢 池州法师 专讲此经与经禄 这是当时一位高僧 这华北五大高僧之一 也是绿东 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大德 池介 非常惊艳 他老人家呢 在山东 在北京呢 还特别做一个 介绍的工作 并且呢 轻微科判 所以我第一个 给这个汇集本 做科判的是谁啊 是迟老 后来 师父上人到北京的时候啊 听这个黄连老说 他有这个 迟老的科判 当时是三十七品 无量寿金 不是四十八品 但是呢 师父上人也把他请回来了 请到台湾去 所以以后啊 给无量寿金四十八品的这个版本呢 做科判的时候 就参考当年慈州老和尚的这一个作品 还有呢 北京吉乐安方丈庙蝉老和尚 聘请山东女子连社 吴倩乡社长来寺开讲 此今两月 这时候当时啊 有许许多多 高深大德呢 都发心呢 来弘扬这部件 其他发心弘扬 专制持诵者 不可胜数 这里举了几个 比较有名的例子 那如果要说 有谁来一起洪传呢 那这个人数就太多了 应行流通相继不绝 你看 发心来 刊印 流通 这个版本的人 非常之多 是以先旧父 梅老 赞云 与静中要旨 穷身 即为 发前人 未发之运 可以说 梅老 对于 夏令宫的这个汇集本 是非常推崇的 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 在当时佛教界 有这样一个说法 叫南梅 北夏 那梅就是梅光熹 夏呢 就是夏令宫 他对啊 这个 夏令宫这个汇集本 所收集的 所编辑的 静中要旨 弄了那么样的完备 一点都不缺 梅老师 特别高兴 穷身即为啊 这一点 把静中的药子 统统都能够 栽取进来 一条不漏 夏令宫 真正做到了 而且呢 还有很多地方啊 前人没有看到的 忽略的 像王龙叔老居士 魏莫神老居士 他们原音本里面呢 有些地方就没有 选路 但是呢 夏令宫 有选路 这个韵呢 就是说 这个里面有很深的毅力 还有很深的道理 可惜这两位前人呢 古大德呢 没有看出来 同时 又精荡明确 早然有据 这就是讲了 完全要符合 汇集的条件 取舍一定要怎么样呢 精荡 精确 妥当 明确 让人家读起来 都知道说 哦 这个经文呢 到底说的是什么 不要看了之后啊 好像还在那边猜测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请问 无量受精 如果您没有听过 师父上人讲 您自己第一次看 能不能够看得出 百分之六十的意思出来 至少吧 对不对 那文学底子好的人 那百分之八十 没问题的 如果对于佛学 有深入研究人 他看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成问题 所以这个本子好 早然有据 这个早然就是说 确早 确实 每一句 每一个字 都是有来历的 从哪一个版本来的 都是有根据 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 你看 每一句话 都是取自于原意本 无一句 意出本经之外 下面还很多 很多 就漏 他就没有全部抄进来 有美皆备 无地不收 这个地呢 在此地当作真实来讲 这就是说 夏人公 他选取这些经文 非常恰当 下面梅老说 虽欲不畏之善本 不可得也 这句话是对他的赞美 如果不称这个本子 是善本 这讲不过去呀 这个本子是 真的挑不出 一丁点毛病出来 这是梅老所说的 下面呢 是黄年老的 话 他说 先旧之语 先以举世公认 就是说 他的舅舅 所讲这些肺腑之言 已经被大众啊 都承认 他就不反对 并将本经 采入新印之序账 这个做法到目前呢 还没有真正实行 我们现在 如果说自己有财力 是可以把 大藏经 重新来 刊印 扭通 也可以把 夏令宫的这个 汇集本 收录进去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 这样子做的话呢 也许就有人 有意见了 况且现在还是有人 对这个汇集本 有看法 以前呢 这个反对的声浪很大 现在是小多了 少多了 关于这个 汇集本呢 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 国家宗教局 已经正式的 把夏令宫的这个汇集本 作为净土五经 一论里面的 无量寿经版本 从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汇集本 国家已经承认的 所以以后 如果由官方 再印大藏经 那把它收录进去 那把这就没有意见了 大经 乘奉千载呀 好可惜哦 这部无量寿经 其实流传到中国来 很早了 从东京 一直到现在 这一千多年 经史得善本 先贤汇经之愿 乃圆 一直到 上个世纪 四十年代 这个最完整的 最完美的一个善本 总算是 做出来了 真的 那个想挑毛病的人 可以讲 绝对找不出 破练 为什么呢 没有瑕疵 因为这个 夏天公 已经完全杜绝了 前人 他们那些缺点 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比较详细的 做了这个分析 大经放光 众生有信 这个大经 就是指的 无量寿经 在净土中来说 大经 就是指的 无量寿经 那么如果没有讲净土中 说大经 指的是谁 华阴经 本经明 佛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清静 平等绝经 视为本经之 第九本 五种原意本 前面两种会计本 还有一个结教本 八种 那最后一个版本 就是夏天公的 这个本子 就称之为第九种 下面呢 来给大家介绍 诗门开启的 本经 注释 就是说 谁发心 给无量寿经 做注解呢 五意之中 为意教辈 五种原意本 大家一看 你就知道 这个康生凯的版本 他所讲的毅力 是最齐全的 所以这个注解 很多人呢 包括我们中国的 还日本 韩国 这些高深大德 都是采用 为意本 我国大德 都为小本弥陀 做注 至于注大本者 净 水 净饮 唐 家祥 两家 以前嘛 是三经一论 那这个 大家学净土中 经典 多数人 学哪一部经为主 弥陀经 所以注解 弥陀经的人 很多 但是注解 无量寿经的人 就不多 这讲我们中国 在中国有 好可惜啊 只有两家 只有两个大德的注解 一个是隋朝时候的 静影大师 还有一个是 唐朝时候的 家祥 大师 那么这个 无量寿经一书 有六卷 隋朝经师 静影寺 沙门 慧远 传书 大家称他为呢 静影书 你看啊 大家不称他的法号 称他所 常住的 寺院的名称 静影 这代表什么 尊重他 以地方为名 不以他的名为名 第二个注解呢 也叫 无量寿经一书 是唐朝时候 家祥寺的 吉障老法师 编写 大家称他为呢 家祥苏 你看 也是用寺院 作为这个 苏朝的名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的 有新罗国 这个新罗国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朝鲜 由景欣 老法师 袁晓 大师 两家 所住 亦在我国流通 所以大家要发心 发什么心呢 要把净土法门 传回 朝鲜去 北朝鲜 南朝鲜 你看 我们如果到 朝鲜去 把这个朝鲜的祖师 大师的注解 给他们看 这是里面国家的注解 里面应该要学 那现在这个 缘呢 看来呢 是越来越成熟 我们呢 一切啊 都听佛部长安排 第一种呢 叫 无量寿经 艺术文章 有三卷 新罗国 沙门 锦兴柱 在中国 称这个注解为 锦兴柱 第二种呢 叫 无量寿经 中药 一卷 新罗国 黄龙寺 沙门 元小传 据说 元小大师啊 也是在唐朝时候 到我们中国来留学 向善的大师 求学 以后回国了 化镇 海东 就他发心 回到朝鲜 弘扬净土宗 成为净土宗的主师之一 那么他的注解呢 就称之为 海东书 第三种呢 称为 游兴安乐道 一卷 这个注解啊 也是元小大师 所写的 乃 静忠 古义 石书 之一 这是古著 里面的一种 大金光明 照耀日本 著世之圣 远超我国 彼者 所知者 以念余种 这是很难得 黄念老呢 他老人家 也是 博学 多文 他知道 日本的高僧 大德 给 卫一本 做注解 至少有 二十 多种 其实不止 应该是 三十多种 快接近 四十种 那么下面呢 他老人家 就把他所知道的 日本高僧 当然 当中也包括 一些主师 他们有哪些注解 也写下来 给我们后人 做个参考 所以以后 您查日本 高僧 有哪些注解 你看下面的名称 就心里有数了 第一种呢 无量寿佛 战超 一卷 是日本 心服寺 善诸老法师 所写 第二种呢 无量寿经 数益 三卷 最成吉 第三种 无量寿经 四季 一卷 至尽老法师 所作 第四种 无量寿经 一院 七卷 冀州 总持四 南楚 老法师 做 第五种呢 无量寿经 略奸 八卷 享保五年 落东 禅林寺 寺院 对不起 禅林寺 院西 座 院西 老法师 第六种 无量寿经 超 七卷 望 兮 楼了 会 座 这个本子啊 黄年导在诸记里面 引用了不少 第七种呢 无量寿经 直谈 药 助记 它的分量很大 有二十四卷 永享四年 真上世 西域座 第八种 无量寿经 见闻七卷 梁荣座 第九种 无量寿经 柯玄盖 一卷 小昌 西银座 这个第十种呢 无量寿经 绘书 十卷 月前 圣寿世 峻地 座 这个注解 练脑 也引用了不少 第十一种 无量寿经 开义 六卷 平安 西福市 会空座 第十二 无量寿经 冠思义 三卷 义州 里原座 第十三 无量寿经 显 中书 十七卷 江州 信海 无涯座 第十四 无量寿经 药节 三卷 法陵座 第十五 无量寿经 讲路 十卷 冀州 鸡内 安乐市 南陵座 第十六 无量寿经 饭响鸡 六卷 陵凤座 第十七 无量寿经 远随 十一卷 摄州 定砖 访越西座 对不起 摄州 定砖 访越西座 越西老法寺 第十八 无量寿经 一击 五卷 借 华丈安 慧然座 第十九 无量寿经 海地击 念卷 科 二卷 我这个分量也蛮大的 读解得很详细 福州 小城 弥县 荣泰 岩座 第二十 无量寿经 永安路 十三卷 一报 专访 慧云座 第二十一 无量寿经 真解 十八卷 倒影 老法师座 这个 真解 我们在科著里面 大家会常常听到这个名称 就是 道影 老和尚 写的 第二十二 无量寿经 和战 试卷 贯彻 老法师座 那么这个其中 第六种 第十种 第二十一种 第二十二种 这四种注解 本书 引证 可以说 是甚多 就是说 黄年老 他引用 这四种注解 分量不少 第八端 有注释 大经 教会 本者 共三种 前面是注解 原意的 经本的注解 那下面呢 这个 汇集本 跟教诸本 有哪些注注啊 第一个 无量寿经 启行论 三卷 谁写的 彭基钦 老去是写的 第二个呢 无量寿经 兼注 清朝末年 丁福堡 老居士 写的 他就是根据啊 这个 彭基钦 老居士的 这个注解 那么以上 两种 所注者 皆为 彭世之 结教本 也就是 大经 第七种 第三种 注解 叫佛说 摩赫 阿弥陀经 中论 是清朝时候 光绪 皇帝 年间 正定 王根 新 老居士 所写的 这是 无量寿经 第八种 注解 注解呢 未老的 这个 汇集本 有清朝 末年 沈善登 居士 著有 报温论 三卷 这个当中啊 有 净土法门 刚中 无量寿经 刚中 往生 正音论 等等 神老呢 在报温论里面 有关于 无量寿经的 注解 这个 议会教室啊 到这里呢 我们就简单的 做一个汇报 下面呢 是 十门开启的 第九个部分 叫 总是 明体 今天是 第 好像第32堂课 你看 我们学了将近 四十个小时 到这里才怎么样 才开始讲经体 你看 这相当不容易的 古人老是很有耐心的 他可以慢慢听 现代人 那不行 他怎么样呢 第一堂课就要听到经体 就要听到经文 现在人呢 浮躁 古人呢 是很有耐心的 第九大端呢 就是 总是明体 就是把经体啊 要掌握住 凡经之明体 皆 直显 本经之要指 为什么这样子 使学者 英明 英明 大体 看到经体 你就知道 他的体性是什么 一览经体 直亏 全经大义 是以天台家 驻经 先示经明 这是说天台中 他们分析这个经文呢 他的方式是叫 五重悬疑 一开头就是讲经体 大经五种原意 各有经体 王室绘本 名为大阿弥陀经 以别于原意 与小本 但是啊 这个大字之争 无所依据 说的没错 因为五种原意本里面呢 没有这个大字 是王老居士呢 王罗书老居士 他自己新发明的这个经体 他那个本子呢 叫大阿弥陀经 但是这个做法 是没有根据的 彭基青老居士的结教本 跟这个魏莫生老居士的 会集本呢 他们的名称都叫 无量寿经 但是呢 跟这个 康生凯老居士翻译的 无量寿经的版本的名称一样 都是一样的名称 这样就会怎么样 弄得我们大叫 混同一物啊 怎么讲呢 说无量寿经 请问哪个版本呢 为了要区别一下 就要怎么说呢 魏本 这个魏朝的 康生俩的本质 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 正定 王室改魏士本 为摩合阿弥陀经 而这个摩合两个字呢 也是没有根据啊 这个跟王老居士 那个做法是一样 其实摩合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 就是大阿弥陀经 考从汉 弃宋 十二亿中 这个考就是考据 考察 从汉朝到宋朝 有十二种翻译的版本 以无量寿为名者 有十种 以清静平等觉 为名者有两种 以正觉为名者 有一种 最初 汉代一意 名为 无量清静平等觉经 这是最早翻译的 无量寿经 它这个经体 那最后一次翻译呢 是在宋代 一意 名为 佛说 大圣 无量寿 庄严静 因为这个原因 你看 夏令公就很有智慧了 他怎么做 他就把汉朝的跟宋朝 重复的经体 那个字 就去掉 所以他是直取 经此绘本 就是夏令公的这个版本 他是直取 宋义经体 佛说 大圣 无量寿 庄严 经 为首 放在前面 然后呢 去其重复之经字 把那个经拿掉 拿他的上半部分 下面呢 从汉意 经体 无量清静 平等觉经 把那个重复的 无量两个字 删掉 续成本经提名 你看 把两个版本 刷 合在一起 天衣无风 所以我们这部经 就出现一个新的题目 叫 佛说 大圣 无量寿 庄严 清静 平等觉经 好啊 下面怎么赞叹呢 自然加妙 不加辅经 不用自己动脑筋 去想 我用了什么新的题目 不必 直接把两个 原一本的经体 合在一起 两亿原名 设于一名之中 十二种经体 吸入一体之内 如果不是开悟的话 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好 所以这个经体 大家一看 居然怎么样 也是汇集的 从头汇集 到后面 全经大致 昭然目前 静中要义 备于体内 人 法 欲 这次讲 这个 经体的设立 教理行 体相用 等 齐显于 一名之中 如 帝网珠 这讲道理天空的 樱陀罗网 原设一切庙法 本经汇集之庙 于此可见 凌早 在这里 就可以真正 看得出来 夏令公 他这个会集 真的叫 天衣无缝 所以我们 作为同修 能够有幸 看到 夏令公 这个版本 不得不对 大老人家佩服 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谁在来的 不过看他做 这个会集 晶体就知道 他太有智慧 找不出毛病 想要挑刺 挑不出来 你觉得不妥 那就是原意本 里面就有了 又不是我自己 发明创造的 这里没话说了 下面第二段 正式本经提名 就是正式的开始 跟大家解释 这不经的经题了 题中首字 曰佛 佛者乃泛于 佛陀之略称 意为 觉着 关于这个佛法 可以说是 很多人对他是有误会的 认为他是宗教 认为他是迷信 错了 您把黄念老儿 这一段的解释 仔细看一下 就没有 这个 误解了 佛是什么意思 觉悟的意思 这个觉呢 对迷而言 迷则众生 请问那个觉的人是谁 觉就是佛吗 我们现在觉了没有 不能说没有觉 有觉 但是没有像佛扑上那么觉 没有像阿罗汉那么觉 我们开始觉了 我们还是呢 很多地方都不知道 我们开始觉悟学佛的众生 这样讲比较恰当 那一般我们刚刚开始学佛嘛 都会归佛 归法 归生 三归一 的确确啊 这个学佛入门 要先从哪里开始做 什么 入手呢 三归一下 所以呢 三归一教我们大家 要修什么 要修绝证经 说的简单一点 要求福 要求慧呀 你没有这些 那这个在世间生活 就非常非常苦 佛呢 是真正觉悟的 他知道众生呢 需要什么东西 下面讲 三局聚元 即名为佛 三种觉悟 全部都有 就称 他为佛陀 我们中国人呢 喜欢简单 其实这个佛呢 全称叫佛陀耶 我们中国人只取一个字 佛 连那个菩萨也是简称 菩萨四个字 菩提萨多 我们讲几个字 菩萨 就讲两个字 那这个三个 那这个三个 那这个三个是哪三个呢 自觉 觉他 觉醒 圆满 这就称之为三觉 三觉 全都有 才能够称为佛陀 是知 佛者 即三觉 聚元之众生 众生 即未觉 之佛 我们大家看了这里 应该也感觉到 心有点安慰 怎么说呢 没错 我现在是有点迷惑颠倒 是糊涂 但是怎么样呢 我现在至少 开始学了嘛 对不对 等到我学上一段时间了 那不就觉悟了 等到我完全觉悟了 你就是谁啊 你就是佛了嘛 那个时候才知道 是心是佛 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要 是心 做佛 这个佛呢 乃十号之一 大家有参考资料吗 有啊 好 请大家把参考资料 上册 拿出来 上册 请翻到 二百 七十九页 二百 七十九页 大家把那个黄线 放在那个地方 在这里呢 就选入啊 佛说十号经里面的解释 二百七十九页 此十号义 我们现在看这个十号 就是佛的四种名号 此十号义 若总略是之 我们把这个十号呢 简单的来说 这无虚妄 名如来 梁福田 名应供 什么叫如来呢 没有虚妄 真实的 就称之为如来 那么 这个最好的福田 这里讲 梁福田 就称之为应供 知法界 对法界通达明了 就称之为 正便知 正便知啊 正就是正觉 便能 什么都知道 大家想不想做到正便知啊 想吧 对不对 你一定是希望自己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啊 聚三明 明 明行族 聚备呢 三明的人 就称之为明行族 那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没有三明 你就 不是明行族了 这个族就是满族的意思 三明呢 在佛就称之为三达 通达的达 在阿罗汉呢 就称为三明 哪三明呢 宿命明 天眼明 漏尽明 不还来明 善事 如果他已经成佛了 他绝对就不会再退出道 凡夫了 知众生国土 明世间节 知道众生 知道国土 也就是 实法界一身庄严 他通通都晓得 这样的人就称之为呢 世间节 这个无与等 就是说 没有人呢 能够跟他相等的 叫无上事 这个事啊 是知识分子里面呢 程度 最高的 调他心 明调于丈夫 佛通过讲经说法 来调服我们大家 每一个众生 内在的忧愁 烦恼 所以称调为呢 调于丈夫 我们现在学佛 学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把自己烦恼 稀奇调过来 有调一些 对不对 这不可否认吗 但是有没有完全调过来呢 大家自己应该有数啊 这个骗不了人哦 好好念佛 一定会能够做到这点 为众生言 明天人师啊 你看 佛有资格 做天上人间的老师 当然 除了六道众生之外 他可不可以做 四生法界众生的老师呢 没问题 知三句 明佛 这个三句是什么 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的 正定句 不定句 还可以什么 邪定句 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呢 佛通通都晓得 这十种德号 通通都具足的 我们就尊称它为 世间尊 或者称它为师尊 祖师所述经教 皆以此意而逝 祖师大人呢 就是以这个 来解释佛的十种名号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本经 大家在看这个科注 大家把参考资料放旁边 在科注里面呢 华人导就说 经此经中 和世间解 无上是 以为一号 他把它合并了 把这两号呢 合在一起 所以开合不同 其一则一 故两存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 一一地跟大家 再解释一下 第一个 如来 如来之意 有三个 哪三个呢 法身 报身 隐身 在金刚经里面讲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这个就是说呢 法身如来 我们一定要知道 法身是没有形象的 但是法身又怎么样呢 它是一切万法的根本 现在哲学家讲 宇宙万有的本体是什么 就是法身 宇宙怎么来的呢 从法身献出来的 这个法身呢 能生 能献 那么佛法里面呢 也称它为呢 真献 真如 真心 如如 等等 那个说法挺多的 至少呢 有几十种 说这么多 说这么多种的原因 何在 破我们的制度 众生呢 跟他讲一样东西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抓住那样东西 他就认为是那样东西 所以佛就说了很多名乡 就是让我们大家 不要特别在意这个东西 反正能够表达意思就好了 不要太计较 在《转法论论》里面呢 有讲 什么叫如来 第一地 就是如 正觉呢 就称为来 这是谁啊 这是报身如来 所以第一意呢 是如 正觉呢 是来 这是智慧之声 诚实论里面说 诚如实道 来诚正觉 这是应身如来 法身如来 报身如来 应身如来 这里都有解释 释迦摩尼佛在三千年前来到我们中国 他那个称为什么如来 法身如来 报身如来 应身如来 应该称为什么如来 应身如来 他硬化吗 众生有感吗 他就来了 但是来的时间呢 挺短的 才多长时间呢 79年 这个法运呢 按照经上的记载 应该还有将近呢 这个 还不到九千年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记载呢 释迦摩尼佛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 周遭王二十四年 他老人家原籍是在周慕王五十三年 我们中国人呢 对这个历史的记载是非常精确的 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帝王 那个年号 多久的时间 史书上都有写下来 所以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那 世尊佛灭渡到现在应该是多少年呢 三千零四十六年 我们今年是2020年嘛 那换算成 这个公园呢 他老人家 离开我们呢 已经三千零四十六年了 可是外国人的算法 就跟我们中国人有点不一样 他们是说 两千五百多年 这样就相差五百年 不过呢 他们也承认 现在也是到了末法时期 我们需不需要特别计较这个时间呢 不需要 时间嘛 都是不相应刑法 抽象概念 没有必要 总之我们要相信 真的有佛降临人间 第二个名号呢 叫应供 什么意思呢 为万恨原成 福慧俱足 应受天上人间供养 饶意友情 故号 应供 这个应呢 就是说应该接受 供呢 就是供养 佛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我们也搞清楚 您把他的本职工作 弄明白了 您对他就不会有误解了 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干哪一行的呢 我们讲他职业是什么 老师 对不对 古人讲的叫什么 叫夫子 孔老夫子吗 孟老夫子吗 叫夫子 那既然是老师 大家看古时候的老师 他有没有收学费 他有没有招生 没有 都是学生 自重自发的供养老师 老师是不收学费的 那释迦牟的佛 只接受大家什么供养 三一一波 对不对 大家看经上有记载 一般在家居士 供养法师呢 是诗一样 叫四诗供养 在古代呢 读书人 老师 在社会上的地位 特别高 是最高的 你看我们中国古人 把人吗 把大众分类 四大类吗 士 农 工 商 对不对 那哪一类的人群 备受敬仰啊 士 可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谁最受大家的尊敬 搞颠倒了 把那个伤放在第一个 哎呀 所以现在 讲句老实话 说是士荣工伤 你仔细看 现在只有一种了 哪一种啊 全都是伤 老师也是伤 龙也是伤 公呢 那也是伤吗 所以现在啊 你看这个风气很不好 大家都会现在怎么样 一门心思向前看 搞错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混乱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忽略了圣贤教育 以前读书人 他读什么书 圣贤书 圣贤经典 他不但读 他不但讲 他还怎么样 做 所以大家对这个 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的知识分子 我们讲士 那是很尊重 一听说他是夫子 哎呦 大家推他 特别理尽 那他讲的话 大家就愿意听 可是现在啊 你看这个 哎呀 这社会完全都搞颠倒 这在助长什么 说的不好听 今天助长贪心 第三个名号叫正辩知 正辩知呢 也称为正等觉 下面就解释了 为据一切知 于一切法无不了知 故号正辩知 以一切法平等开觉 一切众生成无上觉 顾号正等觉 所以这个名称 有两个解释 那么这个名称里面 着重在哪一个字 在那个辩字 这个正就是正确 辩呢 就是讲 他是没有他不晓得的 事情 这是什么样一种现象 智慧先前 真的智慧恢复之后 没有他不知道的这些答案 你问他什么 谁问谁答 像谁是最好的例子 惠人大师 对不对 你看惠人大师 他老人家 学习经教 他只学了多少 连那个金刚经都没有学完呢 只学了四分之一 后面不用讲了 误了 测误了 所以整部大堂经 您问他 通通能够答得出来 这个世间法 比如说世库全书吧 您读给他听 他通通能够告诉您 什么意思 烦恼转过来了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见识烦恼 这三大烦恼 全部都转过来 转巴士 乘四智 他就贯通了 这样的人 您说不跟他学 那还跟谁学 所以能够遇到一个 正辩知的人 那是我们的福分 这是第三个名号 第四个名号呢 叫明行竹 这个名啊 刚刚我们说过了 三名 大家还记得吗 这么快就还给乌生了 这太快了吧 这还不到十分钟呢 好吧 再念一遍 天眼明 宿命明 还有一个是漏敬明 记得了 三名 在佛叫三达 在阿罗汉叫三明 明行竹 为身口一夜 正真 清静 于自愿立 一切之行 善修满足 所以呢 就称之为 明行竹 你看 他这个标准非常高 谁才能够做到 明行竹啊 至少他要 明行见现 要打车打悟 所以做阿罗汉 四国圣人 他还没有怎么样呢 明行见现 因此他只能够称为 三明 那么 法僧大师 已经出了四身法界 他到了一身法界 他就称为三大 所以啊 身口一夜 身口一夜 正真 清静 于自愿立 这个愿立呢 有 两种 刚刚好像有讲错了一点 再重复一下 再纠正一下 明行见现之后 就称为三明 那没有明行见现之前呢 在四身法界 就称为六通 六种神通 这样讲 大家清楚了吗 好 就是明行见现的 佛菩萨 成为三明 所以呢 身口一夜 正真清静 于自愿立 这个愿立啊 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自己成佛的 这个愿立 第二种呢 是度众生的愿立 这两种 这两种愿立 全部都善修满足 就称之为明行族 明行族 这个名号呢 是从修行功夫上来说的 明呢 是讲着智慧 行啊 哎呦 那个范围就广了 就小城 来说好了 阿罗汉 他多少行啊 三千位 那在法身大师 在佛来看 他没有多少细行呢 八万四 那么三千位 以八万四千细行 从哪里来的 从实善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这个善修的重要性 可惜哦 现在很多人呢 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善 他把恶当作善 把善呢 误会了 所以佛讲经的时候 常常提到 实善业 还有五戒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认真 来奉行的 一条都不能够缺 一个字都不能够少 第五个呢 叫善事 即妙王之一也 这个善呢 就是善巧 下面解释 为无量智慧 能断诸祸 妙出世间 能去佛果 所以啊 就称他为善事 在实际生活当中呢 很巧妙的 从事上能够见到理 从相上可以见到信 这个就称之为妙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信相跟理事 是什么关系呢 古人说的 信相一如 理事呢 不二 说是两样 其实怎么回事 是一 不是二 这是什么境界 这是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所以这个就称之为妙 因此称它为善事 我们看佛菩萨 这些圣贤人 他们呢 来到我们这个世间呢 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 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跟我们朝夕相处 可是人家 心里面一尘不染 每天讲经说法 度众生 一定要把我们度到圆满成佛 他才放手 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很欢喜啊 为什么 我们被佛菩萨保佑吗 对不对 他保佑你到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他就不管您了 你成佛他就不管你了 对不对 你已经就像一个病人吗 身体好了吗 那医生干嘛还 还需要照顾您的不需要吗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生病的人 被佛菩萨呢 常常要治疗 第六种呢叫 世间解无上事 有时候啊 把它分开来 有时候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世间解呢 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 无不解了也 那换句话说 世间法 世间人法 讲到因缘果报等等 没有他 不能够通达 没有他不能够了解 一点障碍都没有 无上事者 刚刚也提到嘛 这个诗是 备受大众推崇的 他在所有读书人当中 地位最高 那么所有这些读书人当中 哪一种人是最受大家尊重的 佛 在我们中国呢 称为圣 在次一点呢 又称为贤 在第一点呢 就是阿鲁汉 所以啊 这个佛 菩萨 阿罗汉 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 这是印度 他们的说法 那中国人呢 是圣贤君子 以孔老夫子为代表 假如说 我们连君子都不是 请问 如果不是君子 我们是什么 不是反复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 不是君子是什么 小人啊 这个大家知道了吗 大家想做君子 还是想做圣贤人呢 当然想做圣贤嘛 我们学佛 目的就是为了要成圣成仙 上面 讲的这个 为业获尽尽 更无所断 这个无上事 他是把所有烦恼 还有那个习气 也都了断 没有了 与三界天人凡胜之中 第一 无上 第一 罪上 无等 故号 世间解 无上事 这是对佛的尊称 那么第七个呢 称号是调育丈夫 畏惧 大丈夫利用 而说种种诸法 调福 治愈 一切众生 佛用什么方法 来调福我们 大家看 弥陀经 里面有一句话 很重要 哪一句话呢 经 现在 说法 请问 世间谋的佛 现在有没有 在继续说法 继续说法 大家看一下 智子大师的 传记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佛为了要度化我们 真的 用奖金教学这个方式 最有效 最快速 这个调就是调福 欲呢 就是治愈 驾愈 同欲 令你 勾然 得 大 涅槃 这个 勾然呢 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我们果真呢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习气也都 清干净了 你那个名称就改了 你没称为什么 大丈夫 反过来你是什么 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吗 所以应该要发大心 向佛部长看起 第八个名号呢 叫天人师 为 非读语 似众为师 这个似众啊 就是指的 学佛的 佛门弟子 出家 男众女众 在家 男众女众 其实啊 不止啊 所有天上人间 魔王外道 世犯天龙 西街归命 依教奉行 俱作弟子 故号 天人师 你看 这里讲得很清楚吗 谁可以学佛呢 这里讲到了 人间天上 甚至于那个魔王波寻 佛也不排斥他 还是愿意呢 来教的他 关键就看这个人 他有没有那个意愿 向佛来请教 只要他肯亲近佛 佛呢 都是很有耐心的 这个是啊 就是指的 第四天 道理天的天主 犯呢 是指的大犯天 天龙八部呢 是属于护法神 这都是佛门弟子 佛呢 都乐于啊 教导大众 第九种 就是佛 那我们中国人呢 喜欢简单 把这个佛陀呢 后面那个陀啊 省略掉 华言呢 就是觉 为智慧具足 三觉圆满 故号为佛 这个三觉 刚刚提到了 智觉 觉他 觉醒圆满 三样都达到旧间 一丝毫不缺 就称之为佛 第十个 世尊 为智慧等法破比 贪嗔痴等不善之法 你看哦 我们怎么能够去掉 自己内在的贪嗔痴烦恼 用什么方法 要用智慧 灭生死苦 生死有两种 分断生死 便宜生死 学佛 就能够帮着我们大家 永远的断除 这两种生死的苦痛 得无上觉 天人 凡胜 世间 出世间 贤皆尊重 故号世尊 成佛之后啊 不但六道里面的众生 对他尊重 六道之外的 世尊法界 一尊法界里面的 菩萨 对佛 也是 愿意追随他 我们从 释迦摩尔佛的 介绍 也就知道 释迦摩尔佛 每天有多少个弟子 跟着他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 我们现在每个 每天有几个人 跟着我们呢 你有四个人 跟着您啊 那您了不起 你看 这个孔老父子 他有学生多少 三千弟子 对不对 多少个人成为贤呢 七十二个 那释迦摩尔佛 更了不起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弟子 出家弟子吗 个个都怎么样 都挣过了 所以应该要向佛学习 十号者如来 金刚经里面讲 如来者诸法如意 这个诸法呢 就是一切万法 如呢 就是真如 我们要是知道 诸法如意啊 那这个一切法就平等了 平等之后呢 您就不会生烦恼了 佛法里面有解释啊 如来者 经佛如古佛之再来 所以我们大家对于众生 应该要尊重 他烦恼在众 你要知道 他是谁啊 他也是佛 只是他现在是个什么佛 有烦恼的佛吗 一旦把那些烦恼扔掉了 他不就是大丈夫了吗 第二个呢 名号叫应供 这个应供啊 是说应该要接受 大家的供养 我们也许要问一下 为什么他能够接受供养啊 因为他有圆满的福 还有圆满的什么 还有慧 所以他 我们现在如果接受人家供养 没有修功德 你说凭什么接受人家供养 大家知道佛名有一句话怎么讲啊 披毛 那叫还凉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第三个呢 政变之 这是说 智慧啊 真正现前了 明行足呢 明就是智慧 行呢 就是行为 足就是圆满 第五个呢 善事 善就是好到极出 他的种种行为啊 都受到大家尊重 同时这个善事呢 他心地非常清静 一尘不染 第六个 世间解 你如果问他啊 过去问题 现在问题 未来的问题 他一一都能够做圆满的解释 无上事 这个在古人里面呢 是最受尊重的读书人 调与丈夫 他有能力啊 有智慧来调伏 实法界总生 第九个 天人师 这个功夫最好的 无色界的天人 如果他肯学佛的话 佛能不能够教他呢 没问题 可惜哦 这个 欲界色界无色界 只有欲界色界的天人 愿意学佛 那个无色界天人 他不可学 这就是他哦 太 太没有福报 他认为怎么样 我已经入大的斑里盘了 我还学什么 什么时候他才知道 他没入斑里盘呢 要死之前 他才晓得 那摔向现前吗 所以这个佛呢 是 最后一个称呼 那么这个世尊呢 这个世尊呢 犯音 薄 其犯 这个薄 其犯 翻成中文呢 就叫世尊 在佛地经里面 有讲到了 是薄其犯 最清净诀 基于法界 静于虚空 穷未来 他老人家心 有多亲近了 这十法界里面 事情 讲方位 静虚空 变法界 没有他不晓得 那讲时间呢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通通都知晓 这个诚实论里面呢 和吴上师 与调义丈夫 为一个号 这是开合不同 这从如来至世尊 为十号 这是把世尊呢 包括进去了 十号之详事 在下面的第四品里面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上名佛字 为极圣之通号 上面给大家说明了 这个佛 是圣人当中 最高无上的 达到的登峰造极 在经体里面呢 佛字 就是娑婆教主 这个娑婆 是我们这个世界 名称 娑婆是什么意思 堪忍 什么叫堪忍啊 别人受不了了 我们受得了 你看我们糊不糊涂啊 就说一个事情吗 大家知道 现在地球空气污染严重啊 知道啊 对不对 你竟然已经知道 想不想离开 想去一个更好的世界 当然想嘛 如果在这么严重污染的地方 你还不想处理 还在这边 乐此不疲 这是什么人呢 迷惑颠倒到所以然 所以释迦牟尼佛 来到这边做什么呢 告诉我们事实真相 本师释迦牟尼如来 华 这是指中国 中华 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能人 极末 能人是他的用 极末是他的本体 就近几果成大怨传 生五卓士 视线成佛 为度我等 眼说本金 你看佛多慈悲 是及一切众生 大恩大德之慈父 他有什么能力啊 无法不知 无法不见 真正的导师 大绝圆满之 世尊也 这还是略说 佛的这个意思 如果大家想要详尽的 了解的话 那就应该多看一下经论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学习到这里 明天呢 我们再来接着学习 下面的经题 莫学悟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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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